好 推行市高雄市長補選將在八月十五號舉行 那面對剛剛看到民進黨徵兆陳其邁 那國民黨中常會是通過了高雄市長補選的徵兆 辦法 將採取由高雄地方人士來提供推薦名單 再由黨中央直接徵兆的方式來找出合適的人選 國民黨秘書長李乾隆是指出了 人選的條件是以在高雄有知名度 形象清新的國民黨籍人士為主 但同時也希望得到其他小黨的支持 目前已經有六到七位的參考人選 高雄市議員李梅珍也在其中 而清美市長侯友宜也表示 相信黨內會有智慧的選擇 希望是年輕 有創意接地氣的人選 他也一定會幫忙補選